港股系星期一二股災式大赦 恒指跌穿了25000点 真是吓得心都来一来 今天这条片就教大家三个大跌市的求生展 Hello 大家好 我是Christina 近来我就日日抱住个奥运 因为好看各个市 大使今个星期表演花式跳水 究竟跌完未呢? 在开始之前 记得要给个like我们这条片 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和按个小铃铛 之后我们有什么新片 就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了 先来看看今次大跌市封眼在哪里 技术上回顾今个星期 恒指星期一二大成交大阴烛破底之后 平均线持续向下发展 见到周线图穿了250天线 而RSI和MACD同样同时出现了卖出的讯号 前几日反弹相信只是死猫蛋 相信大市未见底下跌走势已经形成 大家要小心了 分析下今次大跌市的原因 内地政府频频有监管政策出台 由滴滴出行引发的监管风暴 一发不可收拾 科网股包括科网巨头 腾讯、美团、千亿教育股、新东方等教育股 都全部被整肅 蔓延到整个市场 除了政策风险之外 另一个大跌的原因 就是星期二下午 有美金正式消息在金融界传开 就说美国基金大举抛售香港和中国资产 美国或者会限制美国基金在香港和中国的投资 事实上外资流走也有积可尋 前契妈Kathine Wood旗下的基金ARKK管理的230亿美元资产 目前只有区区0.32%投资在中国企业 今年2月这个比例还有8% 政策风险的恐慌加上资金急于逃生 跌幅就当然得人害怕 其后彭博报导 中正金星期三晚立即补获 召集主要投行的高管召开虚拟会议 试图缓解市场对政府整顿民营教育行业的担忧 大市都曾经反弹上26000点的水平 但最后都无以为计 事态发展依然都未明朗 大家都是最好预备定 下一次中央又来一个意外惊喜 面对大跌市的时候 省会通常都有两种情况 一是过于悲观 一是过于冲动 以下就给三个指南大家 大家不想做韭菜的话 记得触实个水铺 市场现时仍然忧虑 内地对各行各业的监管整治会陆续有利 所以建议大家近期都避免 尖手受政策影响的板块 短期即使有技术性的反弹 但整体走势仍然有机会向下 投资者不要急于在大跌市的第一二日 见便宜就打算入市 应该等跌势存定之后 出现第一支羊竹才慢慢小注买入 就可以避免出现大跌 就大手买入捞底 一心想着捞底 就捞了个无底心痰的这个情况 好似负油价事件令原油相关产品一沉八彩 当时油价越跌越有 上年破天荒 单日暴卸百分之三百 去到最多负四十点三二 虽然现时油价已经修复失地 但部分追踪原油的期货ETF 都还未回到家乡 华尔街有一句很出名的名句 叫做The Dow Climbs the Wall of Wari 以往导致往往在经济危机威胁之下 都可以逆难而上 长线持续保持升势 这张图就显示了 这一百年来 美国股市上升和下跌的时间和幅度比较 蓝色是升的期间和幅度 而红色是下跌期间和幅度 仔细一看便会见到 由长期来看股市上升的期间和幅度 是明显比下跌多很多 就证明了最坏的时间一定会过去 如果你是一个好意受股市上落影响的人 就比较适合长线投资 投资年期应该以年计 因为短时间的起跌 在长达几年的投资期来说 影响只是一时而已 最后的提示就是 不要将鸡蛋放在同一个栏 这个道理非常之简单 即是投资组合应该要多元化 去分散投资风险 好似我就会分散投资在美股和港股 美股以科望股为主 港股就买一些新能源股和消费股为主 当遇到大跌市 就是吸纳优质股的好时间了 股神巴菲特等的价值投资者 都常试熊市做买入的时机 熊市的时候股份股价都会受压下跌 优质或者具潜力的公司 通常都无一行面 优质公司的股值 就会变得相当吸引 成为了买入的良机 其实大跌市是一个 检视你准备好未的好机会 因为如果遇到这次大跌市 会影响到你自己的生活 或者你晚上睡不着觉 经常想着股票的话 就代表你配置在股票的资金过多了 需要调整资产配置的比例 这集就到这里 下集再和大家说更多 下集见 拜拜